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当你意识到这些问题时 你又能怎样呢? 就像电影《黑客帝国》中的光头叛徒一样 明明知道眼前的牛排是母体 也就是电脑创造出来的幻觉 却依然沉浸在虚假的牛排所带来的鲜嫩感觉里 从而出卖了他的队友们 类比到满球里 玩家常常对一场比赛的看法是模糊的 不确定的 但最后都抱着侥幸心理 想着压盘 有50%的概率趋薄 最后往往以失血结尾 非常遗憾 当你还沉浸在盘培世界里时 各种人性弱点被菠菜无限地预判到并且利用 从而进入盘培的陷阱 这就是菠菜公司强大的地方 然而有一种方法 确实可以直接绕过盘培的陷阱 那就是以球队与球队之间的派系关系为基础 通过强队的不胜暴冷找出不胜背后的送分动机和目标 从而在后续的比 赛中盈利收米 这种方法使用的前提是需要了解各大联赛的派系组合 从而准确洞察球队之间的默契 今天笔者就为大家带来2018-2019赛季 一甲联赛中派系组合 希望对大家投注一甲联赛有所帮助 一甲组合一 罗马森索罗解读 森索罗是罗马的铁杆小弟 每个赛季都能享受到大哥罗马的扶持 同时面对大哥的欧冠竞争对手 总是尽心尽力的狙击 以下位上赛季两队之间存在明显输送分数的比赛 一甲第一轮 森索罗 0-0 热纳亚一甲十四轮 热纳亚 1-1 罗马一甲第二轮 罗马1-3 国际米兰一甲第十八轮 森索罗 1-0 国际米兰一甲第三轮 桑普多利亚 1-1 罗马一甲第一 七轮 桑普多利亚 0-1 森索罗一甲第八轮 森索罗 0-0 森卧一甲第十六轮 森卧0-0 罗马一甲第十九轮 罗马1-1 森索罗一甲第21轮 国际米兰 1-1 罗马一甲第37轮 国际米兰 1-2 森索罗结论 上赛季罗马给森索罗输送了至少15分 这也是森索罗能够保级的主要原因了 本赛季第一轮连赛中森索罗1-0战胜了国际米兰 竟替罗马在联赛中还人情给国际米兰 1甲组合2 拉齐奥 史帕尔解读 史帕尔和拉齐奥形成机有关系的主要原因 是史帕尔在征战 1-1 联赛时期 经常租借拉齐奥的球员 因此两只俱乐部久而久之 自然狼狈为奸了 以下比赛事上 赛季两只球队存在明显输送分数的比赛 1甲第一轮 拉齐奥 0-0 史帕尔 1甲 第十二轮 亚特兰大 1-1 史帕尔 1甲 第十七轮 亚特兰大 3-3 拉齐奥 1甲 第十三轮 史帕尔 1-1 佛罗伦萨 1甲 第十四轮 拉齐奥 1-1 佛罗伦萨 1甲 第十二轮 克罗托内 1-1 国际米兰 1甲 第十八轮 拉齐奥 2-3 国际米兰 1甲 第十六轮 克罗托内 2-30 帕尔 1甲 第十七轮 克罗托内 2-2 拉齐奥 1甲 第十一轮 史帕尔 1-1 亚特兰大 1甲 第十六轮 拉齐奥 1-1 亚特兰大 结论 上赛季史帕尔排名联赛 倒数第四名成功宝级 但是大哥拉齐奥却是付出了让出欧冠其位的代价 两支球队的友谊关系 竟然可以让拉齐奥放弃欧冠 这堆机友太铁了 值得警惕 一甲组合三 国际米兰 弗洛西诺米解读 国际米兰上赛季最终逆转拉齐奥获得欧冠 本赛季面临双线作战的同时 小弟弗洛西诺米又升上了一甲 这下国际米兰有了联赛放水的理由了 一甲比赛是2015到2016赛季 你没看错 弗洛西诺米上次征战一甲 还是2015到2016赛季 国际米兰为弗洛西诺米输血送分的铁证 一甲第五轮 尤文图斯 1比1 弗洛西诺米 一甲第八轮 国际米兰 0比0 尤文图斯 一甲第七轮 桑普多利亚 1比1 国际米兰 一甲第八轮 弗洛西诺米 2比0 桑普多利亚 一甲第十轮 弗洛西诺米 2比1 卡普里 一甲第21轮 国际米兰 1比1 卡普里 一甲第18轮 森索罗 2比2 弗洛西诺米 一甲第19轮 国际米兰 0比1 森索罗 一甲第20轮 亚特兰大 1比1 国际米兰 一甲第21轮 弗洛西诺米 0比0 亚特兰大 一甲第24轮 维罗纳 3比3 国际米兰 一甲第33轮 维罗奈 1比2 弗洛西诺米 结论 国际米兰 再次迎来了 9位的基流 在2015到2016赛季 国米 为弗洛西诺米 输送了至少12分 但是弗洛西诺米 依然降级了 本赛季 国米 双线作战 警惕 再次送分 可能 请不吝点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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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不吝点赞